7月31日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宣布 將原定於9月6日舉行的香港特區立法會選舉 押後一年舉行 香港民進聯主席李慧琼將角逐連任 俗稱超級區議會的區議會第二議席 她稱同意及支持政府的決定 認為這是負責任的選擇 我們是認同政府這個決定的 大家都見得到香港疫情現在非常非常嚴峻 每日有超過過百的確診個案 而且持續整個星期都沒有一個減退的跡象 每日也有過百的確診者 是未能夠被安排送入醫院 大家其實看到現在香港的醫療系統 正是面臨爆煲的邊緣 我們認為政府確實是需要集中資源 精神能力去應對這一場世紀的疫情 因為如果沒有辦法打贏這場仗 其實香港就會很艱難 你說其他東西也都變得沒有意義了 所以在這個關鍵時候政府做一個艱難決定 也都跟著全心全意做好抗疫工作 我認為都是一個負責任的決定 李慧琼稱民進聯隊此次選舉十分重視 且以全力以赴進行準備 但市民的生命安全最重要 會全力配合政府 目前已停止相關競選工作 民建聯每一次選舉 我們都是全力以赴去應對的 我們當然是組了隊 也都準備了我們的宣傳的策略 還有工作的 但是必須承認起整個疫情的發展裡面 其實我們的選舉已經不能夠像平時般運作 很容易落到市民關心的議題都是疫情 所以我們其實在早前 都已經調整了我們的選舉安排 推動特區政府全力抗疫 其實可惜都會有少許的 但總體我們都是認同 因為畢竟生命健康是最重要的 我們會衷心跟社會各界一起去抗疫 也都在昨天政府宣布之後 我們都停止了相關競選工作了 謝謝 謝謝